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严重 片长的游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本月NTV 头号人物尤长静 要的人 牵谁手 单曲只是如果是以歌曲 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只是歌曲的部分 可是如果这一次的整个 阿卓阿蓝我觉得是一个 很长久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也觉得这一次的每一首 歌就像一个颜色一样 每一个颜色拼起来 那才是真正的一个阿卓阿蓝 我觉得这一次的阿卓阿蓝 算是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 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就是我这两年 有长进的故事 它就像一个话号一样 就把我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 都包了起来 可能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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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里面其实我很喜欢透过就是 对话的方式去沟通 是因为我觉得我是私底下会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一个人 然后时常会去想很多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也会跟自己对话 然后复盘很多事情吧 算是复盘 对 我觉得你们知道太多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敬请期待吧 就是期待下一张 如果不delay的话马上就要来 吧哈哈 不能不能不能说太多 商业机密 也许明天 也许明天 倒还好是因为我觉得世界上嘛 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事业上还是梦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是相对来说 某个时间段会比较孤独 我们虽然会 所以像我最近我outro里面会写的一句话 就是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很孤独 可是从来不孤单 你身边肯定会有很多人陪伴你 可是那个内心上的成长 还有一些失落感或者是一些追求的时候 其实难免是肯定是只有自己才会知道的 我觉得它是这个是我是这个意义上的孤独 可是我觉得孤独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有时候孤独反而是我们去很好去跟自己对话 然后去审视一些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大家可以适当地去跟自己沟通 然后不要去排斥任何一种情绪 我觉得我初衷就是很简单的以前 就是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每天唱歌 然后保持到现在 然后大家会说 我有时候都会自己去KTV的人 他们就有时候会说 你每天都在工作都在唱歌 你平时下班了还要去KTV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 就确实跟部分同行的人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我下班过后我还想唱歌 我就很爽啊 就唱歌 我觉得刚拿到demo的时候很喜欢 我当时就想到就是 这首歌我一定 这个demo我一定要留在我的专辑里面 然后它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有力量的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的一些作品 然后包括他写的一些词 有看到他的词都是那种很真实 很有力量 然后都很深刻 会让你去审视很多事情 就是我现在采访的时候 就是刚发了几天罢了 就是到了这几天 我还是每天都会在讲 哇这个词真的太有灵魂了 太有灵魂了 因为我刚拿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是跟着唱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就哇 好不一样 就是它会就特别有灵魂 然后会让你去很快去想很多事情 想很多事情 不是只是字面上 字面上是这么这么这么几个字 可是它让你感觉看了一部电影的感觉 我觉得很很厉害 然后其实韩安老师也是一个特别忙的老师 他自己也有很多工作做 然后这一次呢老师也很愿意帮我们写 我也是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在老师身上学习到最多的事情 就老师是已经是很一个很成功的老师了 可是他还是保留着他自己对作品还有的一些坚持嘛 然后包括就是他对现在他觉得很好的作品还是 也就保持着那股热情跟兴奋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他身上学到最好的宝藏吧 我觉得我可能我可能就会希望自己也到了十年二十年以后 还是保留着这份热情在 我觉得音乐部分我一直都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突破 然后音乐对我来说它就是没有一个风格的一个局限性 它就是一直你要表达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要表达你要表达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 我会很烫刘长进的歌 真的一直一直听不下来 而且每一次都会在家里就会从头到尾放 刘长进 哈哈 每一首歌 刘长进 没有啊最近听很多就是最近很多国外的艺人也发歌 我都会一直在听 而且今天刚好就是Teller也发了新专 刚刚也随时在听 说实话不会听歌耶 我喜欢听纯音乐 不然就是大自然的声音 下雨声啊 那种雨滴在那个木头上的声音 天花板的声音 的那种 想要关注我更多音乐动态吗 尽在MTV中文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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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